我觉得您可能在生活里头要调整的 反而比它要多 否则的话 您一旦怀孕 一旦生子 您会陷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 一个生活节奏里头 您每天都会惶惶不可终日 生活里头有很多我们害怕的事情 其实并不会发生 但是你害怕的这一个过程 正在影响着你们的生活本身 就像你一直担心的是 将来他该怎么照顾孩子啊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已经可以用怀胎的这一段时间 训练好自己的老公怎么照顾你 而他之所以在家里头 不能成为您期待的那个人 不是他不想 而是因为他多半时间在外头 他不知道怎么疼人 而且您在家里把该做的 不该做的事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我说的不该做的 并不是说您做多了 而是您做快了 很多妻子和女朋友 他们的抱怨 老是说这个人什么都不做 但其实是因为您太麻利 做事情速度太快 他还没来得及帮您呢 您已经搞完了 搞完了以后 自己又累又委屈 觉得要这个人没用 您得学会慢下来 你必须得相信他扛得住 我觉得他说这一个怀孕室 这个时机挺好的 因为父母一天比一天老 如果二老此时身体已有不变 将来只会有更多不变 您父母一天比一天老 到时候您身上也还有两个老人 需要抗业 需要他的支持 所以对于你们来讲 如果感情两个人既然这么相爱 其实是可以考虑下一代了 他之前做错的 我相信他也都懂 你要懂的一定是什么 就是听听他怎么说 试着按照你老婆的提议去做 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你们之间 其实最大的障碍 是您之前的工作 然后导致两个人聚少离多 现在工作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时候要下一代了 真希望看到你们早日 能够成为一家三口 好 谢谢你的老师